明朝时期 民间曾有这样一则传闻 朱元璋曾经请来多位画师 为自己画像 其中一位写诗派的画师 因为将朱元璋画得太真实了 朱元璋一怒之下 竟然将他推出去展了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朱元璋实在太丑了 不仅下巴很长 颧骨还格外突出 满脸都是麻子 简直奇丑无比 不过这个传闻一度引起了 后世学者的争议 因为目前为止 有流传下来的资料记载 朱元璋不但不愁 还天庭饱满 异常俊美 关于朱元璋的长相 后世中竟然出现了两个极端 那么朱元璋真实的长相 是什么样子呢 到底是俊美无双的圆脸 还是满脸都是麻子的鞋靶子脸呢 在电视剧《大明风华》中 朱元璋一亮相 顿时吓哭了不少小朋友 剧中朱元璋形象长脸 肩下巴 嘴唇尖且厚 一副鞋靶子脸 简直将朱元璋画像 一比一复原了 然而 让人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 人们不但没有夸赞导引的用心 反而引来了一片骂声 历史上 朱元璋的画像 一直存在着争议 很多人认为 目前为止 最为流行的鞋靶子脸画像 也许并不是朱元璋的真实长相 首先 我们来看看朱元璋 这张鞋靶子脸画像 是怎么流传出来的 在明朝时期的《孝林神宫圣德碑》中 有这样一段 关于朱元璋的描述 浓染肠玉 燃向上旗鼓引起至底 唯一一天表 望之如神 大致意思是说 朱元璋长长着长长的胡须 脖子上有块旗鼓 隐隐凸起 延伸至头顶 看起来像是神人 而明太祖十路中 朱棣对自己的老爹是这样描述的 上梦人以臂至于像 继而像肉引起微痛 以其极也 以药复之 无厌 后遂成骨 浓然慎意 大致是说 朱元璋梦见 有人给自己的膀子上 放了一块玉壁 因为有些痛 朱元璋就以为是得了疾病 不过用了一段时间药以后 并没有好转 最后竟然长成了骨头 成为了异象 这并不排除朱棣 为了给自己制造登基的一些舆论 而特意将朱元璋神化的可能性 而后世 却对这句话的理解比较夸张 这才导致人们 对其长相有了误解 在明史中 对于朱元璋长相的描述时 高额细眼 袜鼻扩唇 耳虽小 扩缺厚 耳虽托 耳磕朔 这个形象就比较具体了 就是典型的斜靶子里 并且在满清收藏的朱元璋画像中 也贯彻了明史中 所描述的这一特点 先抛开朱元璋的长相不说 这些描述都比较奇形怪状 没有一个是正常人该有的长相 那么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 清朝在编修明史的时候 肯定是做了一部分篡改 清朝时期 在紫禁城中 存有的朱元璋画像 共有13幅 其中11幅都丑陋无比 并且样貌都丑得比较一致 不但长着斜靶子里 没有半点人样 脸上还布满麻子 其中让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这些丑陋的画像中 还有另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画中的服装 出之随意 完全没有半点皇帝该有的样子 每一幅画都是出之滥造 并且画风分歧比较大 甚至有些画像 还是汉唐时期的画风 很明显 这些画像并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那么这些画像 很有可能是不同的人根据想象 或者是历史传闻画出来的模样 其中并不排除恶意丑化的可能性 斜靶子脸还是美丈夫 除了满清时期 保存的那些长相丑陋的画像 明朝中后期时 有一位叫做张翰的官员 曾在松疮梦雨中写道 自己曾经亲眼见到过朱元璋的画像 那么既然是明朝时期保留的画像 那么这个可信度就相对来说要高一些了 张翰这样说道 太祖之容 梅秀木炬 鼻直唇长 面如满月 须不影尺 根据张翰的描述 我们能够得知 太祖梅清木秀 天庭饱满 关于朱元璋满脸麻子的形象 其实在明朝中晚期 就开始有些传闻了 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流行 明代万里时期 一位叫做张轩官员 也曾亲眼看到过朱元璋的画像 他表示 太祖是一位美丈夫 并且还特意强调 外间所穿 龙汉求须 面有班智者 妄也 也就是说 太祖并没有满脸麻子 仅仅从这句话中 不难看出朱元璋非但不愁 还是一位美男子 其实不论是张轩还是张翰 既然他们都是明朝时期的人物 自然也不排除 故意美化太祖的嫌疑 明朝末期时 由于朱棣在明太祖实录中 对朱元璋的神话 这导致人们的思维 渐渐被带跑偏 乃至于到了清朝时期 更加大肆丑化朱元璋 这才有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画像 曾经在河南的一个小村庄里 惊陷了朱元璋的画像 在河南郑州 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庄 村庄中的人都姓王 据说他们的祖先 是朱元璋第九个孙子 朱长氏 在明末时期 为了躲避战乱 辗转来到这里扎根下来 之所以都姓王 是因为当时为了躲开官兵 再加上表达朱家是王祖 这才改姓王 村子里的人说 他们由朱氏祖谱为证 并且还拿出了朱元璋的画像 据村民介绍 这张画像是从明朝时期 就开始代代相传 这今已经传承了六百年 因为年代久远 所以画像还出现了一些破损 让人奇怪的是 这张画像上朱元璋的形象 与流传下来的斜把子脸型 截然不同 这张画像上的朱元璋 目观端正 天庭饱满 与张汉描述的朱元璋画像 如出一辙 后来专家根据很多史料 以及各方面的对比 证明不论是家谱 还是朱元璋画像 都是明朝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物 这份族谱与朱元璋画像 足以证明 朱元璋并非后世传出来的那样 长着满脸麻子 还奇丑无比 所以经过分析 似乎这种长相更能站得住脚 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 只要是描述朱元璋的长相 不管没丑 都逃不开一个特点 那就是 起古灌地 异于常人 其实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哪个皇帝多多少少 没有一点奇特的传说呢 古人相信天命 很多皇帝为了展示自己 是天命所归 自然要对自己的身世 各方面大加渲染 包括朱棣对自己父亲的描述 各种夸张的词汇与描述 都绕不开一个旗子 所以人们根据描述 变现成现实中的样子 自然就变得奇形怪状了 也有人认为 其实仔细想 史料中对朱元璋渲染的容貌 更像是龙 比如说 他病脚有很长的胡须 头上有旗鼓 脸呈弯月形 仔细一想 这样的描述 还真的跟龙有些类似 而明朝末期出现的 所谓朱元璋 斜拔子脸的画像 也许是为了刻意体现 天子的天眼 到了清朝时期 满清对明朝 开始了恶意丑化 很多史书中 变本加厉地 篡改明朝的史实 朱元璋的长相再次被抹黑 很多野史中 就记载很多抹黑朱元璋的事 比如说朱元璋非常忌讳 森 秃 秃等这样的字眼 是因为他很厌恶别人 知道他当和尚的过去 事实上 在《大明玉制黄灵碑》中 朱元璋非但没有隐瞒自己当和尚 起义等这段往事 甚至还自己主动坦言 除此之外 相传很多功臣晚年 都是被朱元璋 以各种方式谋杀 并且在传闻中 开国功臣刘伯温之死 也是朱元璋受益 那么很明显这些都是清朝 对他特意抹黑的结果 综合来看 明朝收藏的朱元璋画像 可信度并不高 除了这些分析 也有人表示 的确是相貌秀丽 这幅画像的真实性高一些 首先 当初朱元璋跟郭子欣起义之时 如果朱元璋真的长了一张鞋靶子里 而且还满脸麻子 郭子欣不会把自己的义女 马秀英嫁给他 郭子欣夫妇带马秀英如亲子 怎么会将他许配一个丑八怪呢 再者说了 马秀英并非是一个柔弱女子 她有自己的主见 如果她自己也不喜欢 那肯定是说什么都不会嫁的 其次 除了朱元璋之外 我们纵观明朝 从朱棣往后的各个帝王的画像 朱棣作为朱元璋的亲儿子 其样貌 竟然更接近于圆脸 天庭饱满 后面的皇帝 也大都是青衣色的圆脸 明末时期 有些皇帝的脸虽然说是没那么圆润了 但是作为朱家的血脉 却跟鞋靶子脸沾不上半点关系 那么很有可能 老朱家的基因原本就是圆脸 所以综合来看 原本后世中就没人见过朱元璋的相貌 仅凭被神话后的文字描述 确实是很难想象 后世流传的朱元璋画像 又加上了丑化的因素 自然将朱元璋画得不像个人了 至今为止 后世之人对于朱元璋的相貌 依旧争论不休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也希望有朝一日 打开他的林幕 就能得知真相了 那么你认为 到底哪种画像 才是朱元璋真实的样貌呢 如果有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